电影151的朋友讲到红颜知己的协作 也讲到生死之交 如何跨越生死呢 大家一起深深乐人彼此祝福 萧博在这里用几分钟的时间 和你解读这部电影里面的生命密码 齐齐启动生命力 上集讲到主角阿柏 他得到红颜知己保険的帮助 很顺利地完成一个作品 临门还有一脚将他高潮大制作的片段交进去 他就可以走接近 不用考试进入大学 但很可惜 临门一脚 他为了一个道德上的抉择 他宁愿放弃这个梦想 结果任行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一五一个朋友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片段 因为他不单是一个校园青春片 而且超越了一般青春片的格局 令到我这个就来做废老的烧博社 灯漆的人士 都很投入这个影片当中 他的生命的挣扎 他里面的含义 是令我们不同年纪人 老人家都看到津津有味 因为电影上映了有两三个礼拜 我都等了很久才知道 等大家看了 我才不妨剧透一点点 去另一条线 讲到就是 这个原本生命没有什么动力 想闭上眼睛 随随随随 相信老爸的意思 读完这半年就算了 突然的机会来了 原来大学里面有一个优惠额 就是如果你参加这些实验电影的比赛 投过十名是会自动进入大学的资格 不知道是不是有电影艺术 是的 泰国好像韩国那样 很鼓励年青人 从事个创意艺术 当年博士我读全力读得很辛苦 都是副修电影 读了两个年 副修而已 只有几个学分 当年如果有这些演艺读的话 有这么大支持的话 我一定是起动生命力 可能现在做了制片家 大导演都不停 好了 废话不说 讲回这条片 就是主角阿柏 他快拍好这条片 要交给当局去批審的时候 出了意外 原来阿祖有一个好朋友 他呢 是重病在医院里面 他突然间身体脚就出回来 那就跟他来说呢 讲回阿祖的生平 原来他有一个很好的作品 他当时不敢参赛 就交了 阿柏 正是用了这个青年梦想的故事 拍出神采出来 做出很大的制作 那他怎么办呢 如果他如实 将这个电影交上的时候 那便揭露了阿祖的面 阿祖不是原作者 虽然 在影片里面有交代 阿祖不是做一些没有道德的事 他因为监住他的朋友 是这么大的了 过不了这个重病的难关 于是呢 他就交上呈献这个作品 就了了他好朋友的心愿 这个就是好朋友 自己能够互相两腰插人 彼此扶持 生命之教 生死之教的一个表现 他最后 当作品得了奖的时候 没有领功啊 没有偷人的东西 他是自己自报给当局听 这个作品不是原作者 所以其实当局 已经剝奪了阿祖 去拿到奖的榮衡 在道德上其实是没有问题 但当时主角 他不知道 他很大的挣扎 一方面 他红颜知己 阿保奇 反对他 将这个 不是阿祖的作品 交上去 于是他留意之间 而是他卖过一些老土 很平凡 死去了 做一些生平的相片 事迹 好像POWERPOINT 那样做出来 唉 当在学校里面 供应这个作品的时候 全场妈妈声 但阿帕不以为意 故事的结局就是 阿帕当然进不了大学 他唯有回去做回老爸 要他做的事 做一些和电影无缘的事 但结局的时候 是令你会心微笑 因为 他这个红颜知己的保奇 足以做了导演 那他去片场探计他的时候 哇 发觉当时 一起拍校园片的助手 都成为 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三个人 拥抱 喜怒而入 好感动 所以 这部影片 比我的小博士很大感动 那么在151 这个电影里面 主角阿帕 他就原本是一个 不是介绍艺术性的人 透过红颜知己 保奇的鼓励 和一起的协作共和 阿帕 他在作品里面 遇到这个死去的组 生前他和阿祖 没有什么交接 他都不在隔壁里面 都不展示他 但在作品里面 他触碰到 阿祖的偉大的灵魂 那种的真诚 对朋友那种的无私 那种的爱 他的灵魂 是同阿帕和阿祖 两个人的灵魂 是有相遇相交 得到激励 这个就是151 这个电影 很多影评人 都说不到的神韵 但我透过成长心理学 透过这个灵魂的创作学 萧博士和自己亲自 心灵魂的一个经历 告诉大家 不单红颜知己 是启动你的生命 在你人生的祭遇里面 如果你遇到一些 亲身对你的朋友 他的容貌 他的言行 他的德行 或者他曾经给你喝过几杯凉水 这些生命的引迹 就成为我们生命起动 精神换发 能够有朝气 有梦想的人 所以在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 快点点赞 订阅 甚至留言 推介多些给朋友 现时我的订阅只有几百 我希望在今年 能够去到八百 一千个订阅 因为我有很多的作品 很多的经历 是想和大家一起 启动生命的 上风和万万 凤中 覆摸那名义 埋在心里的座椅 Fummi 一位好一